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日有媒體報導 說在黃金地段中環皇后大道中那樹 有些鋪位的租金 竟然暴跌至沙士價 簡直可以用鋪士寒冬來形容 那究竟目前 街鋪的租務情況慘淡成怎樣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中環的娛樂行那樹 有一個鋪位 地鋪連地庫的面積 大約有9000呎 本來就租給一個德國的皮具名牌 月租就要200萬港幣 後來就轉租給另一個運動品牌 叫做迪卡龍 月租就由200萬 減到大約80萬就租到了 跌幅就高達6成 至於另一個鋪位 位於皇后大道中36號 有中環鋪王之稱 究竟以月租720萬 租給這個皮具名牌coach 後來呢 現在租給這個 阿Didas 月租就是 砍了四成 只剩下430多萬 還有一家的鋪位 位於華人行的地下 1100呎左右 究竟是13年的時候 租金要250萬 現在就減了租 減了四成八 去到130萬 聽起來就好像 那些地鋪的租金 不斷地劈價當中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的就是 實情這些租金 在過去的十幾年以來 就已經是不尋常地 升了很多倍 就是拜這個自由行政策 就是百所賜 搞到整條街的商鋪 就變成了一式一揚 全部都開了連鎖店 至於那些本身做開街坊生意的小店 或者是 他那個 盈利能力不是那麼高的店鋪 就全部都趕走了 有些比較幸運的 在當區的樓上鋪繼續做生意 但是樓上鋪的租金 也會上升 所以也有些 搬到樓上之後 又繼續越搬越遠 有些沒那麼幸運的 就索性 把店鋪接近 賺了根本都不夠交租 做來做什麼 現在照這樣的情況看來 似乎 街鋪的租務市場 就有可能是一缺不振 對於那些業主來說 當然就是一個壞消息 因為他們賺少了很多 但是對於普通的市民來說 對於一些消費者來說 就是一個極好的消息 是值得他額手稱慶 因為當一個租客 給得起那麼貴的租金 去租一個地鋪的時候 他主力的銷售對象 就多數都不是本地人 多數都是做那些遊客的生意 自由行的生意 而且給得起那麼貴 租去租黃金地段 就多數是賣奢侈品 而不是一些民生的必需品 當然 那個租客也都會把租金的成本 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現在的問題就是 當今年出現了武費大爆發之後 根本上 連自由行旅客的數字都是清零的 一個都下不了來消費的時候 那些鋪位的租務情況 當然會繼續有跌武聲 所以就令到一些 本身 就根本上不能夠在這些旺區開店的 一些業務 就可以重返旺區 大家有眼見 有些做零售的 賣零食的 都走去旺區開店 這個其實對於 市民 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健康的 是好事 本來那條街 就是這麼多元化的 大家只要對比一下 80年代的彌敦道 跟現在的彌敦道 就真的爭得遠了 當時的 店舖的種類 就肯定比起現在更豐富和多元化 而且當年 最厲害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有些戲院 是有能本事 押納於彌敦道 整頓建築物都是戲院 現在當然是沒有了這支歌仔唱 戲院去後街 或者在商場 不知道哪個角落 你開了就開了 所以 根本上 不能夠同日而語 你現在開了那些店舖 是不是服務本地人 開了那麼多金譜 藥房 在旺區那裏 再不是 走多兩步 又看到那些 連鎖化妝品店 連鎖的個人護理用品店 總之就開到整行整市 就把那些 只有一千零一間的小店 做街坊生意的那些店舖 就趕著他 收了皮 而且這個高租金的環境 也是不利於創業的 現在看到那些店舖開始不斷下跌的時候 是否是代表著曙光會出現呢 我不是這樣看 因為 剛剛這個輝瑞藥廠都說 已經成功研製到武肺疫苗 有九成的成功率 就是意味著 人類即將要擊敗這隻武肺 擊敗了以後是怎樣 那麼旅遊業當然就是要重啓 當你那個自由行一重啓的時候 那幫人你猜不會鬼門關大開這樣湧下來買東西 忍了很久 一下來的時候就會回復原狀 到時一車車的旅遊大巴 又會裝著那些零團費 或者是極便宜團費的大陸旅客 載他們去香港那些劏場那邊 就當他們是水魚那樣劏 然後在上水那班 水貨人又繼續出沒 在那些 街道那邊又拆貨 又裝貨 諸如此類 拖著那些車子 撞人的腳 實情現在你問一下上水和粉嶺 那些居民 上水當作是頭站 起碼有位置坐 你現在一開通的時候 那些民怨肯定會上升 根本上重複過去十幾年以來的經驗 特區政府常常說那句 就叫做張馳有道 實情到時這車武廢完了的時候 那你特區政府也要檢視一下 究竟是否要容許那麼多自由行旅客 因為香港根本上是承載不了那麼多人 那些豆腐卵這麼小的地方 嘴唇也這麼小 吃都未吃得切的時候 又猛烈點飯進去的口 豈不是撞死 好了 接著就講下另一件事 就關於 這個越港通關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所說 廣東省方面 就企硬 人家就以連續14天的確診數字 來做風險評估 如果連續14天的本地個案是多於10宗 就為之高風險 一至10宗就為之是中風險 連續14天的個案清零 才是為之低風險 HK01引述可靠消息指出 由於 香港要連續14天清零 都挺難做得到 因為周時 搞不搞 有些 沒有源頭的個案 有些說去了酒吧 有些又說去嫖妓 當然沒有源頭 都不交代向醫生 這個可靠消息就說 特區政府 就向大陸方面爭取 在這個疫情維持中風險的情況下 就可以准許通關 但是廣東省方面 就企硬 因為他們對於冬季可能會出現第四波爆發 感到憂慮 所以就不接受 在中風險的情況下通關 表明 香港是必須要連續14天 零本地確診個案 才會 取消 香港人 北上強制 14天檢疫的要求 廣東省方面 就企硬 但是特區政府 在這個月 已經率先容許 居住在大陸的 香港人 免除14天檢疫回香港 消息人士就說 廣東省認為 特區政府的安排是單方向 對特區政府的做法就沒有意見 但是廣東省在防疫上 是絲毫不能退讓的 所有人入境廣東省的時候 必須去到指定的酒店或者居所 接受14天的強制檢疫 實際我認為廣東省方面 對於兩地的居民來說都是好事 反而你特區政府林鄭月娥 都不知道你搞什麼 通關就當然是雙向 廣東省都沒有說給你香港人免檢入境 你又說給那些住在大陸的香港人可以免檢回香港 實情這隻無廢的疫苗 都已經是正在來 不爭再等多三幾個月 你稍後再重複海員免檢入境的事件 你惹到周圍也是 就很麻煩 不是市民麻煩 是你特區政府麻煩 因為你懶得緊張 其實現在 根本上對於一般市民來說 沒有什麼大礙 很多都是輕症 但是對於年長的人 就需要特別關顧 這個是事實 是不是 因為那些輕症根本上出回來又沒有什麼後遺症 這些都是事實 不過你不報道而已 然後呢 煩惱到周圍都是 你找那些食店 找那些酒吧來開刀 叫人關閉 或者又不給糖吃 或者豬多事實 人家撐得多少鋪啊 已經搞足一年了 你說有些租金減了 租金減了都很麻煩 人家要賺錢 對不對 你以為是懶得緊張 既然間是 你懶得緊張的時候 麻煩你這些就緊張一點啦 啊 我都不明白 究竟你的施政邏輯是怎樣的 你在香港 你說要限聚令 然後你又跟別人談的 什麼旅遊氣泡 旅遊氣泡 我不知道你搞什麼 你既然間都可以去旅遊的時候 你還限什麼聚 啊 一會又說去食店要限多少人 坐多少人 你旅遊都行 是不是 但是選舉又說不行 要押後一年 那究竟你是不是 純粹單憑 那個掌官意志 就以政治壓倒一切呢 你怎麼做的 這些決定是 而且林鄭昨天就去了澳門 參加薄俄亞洲論壇 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的首屆大會 你去開會也不要緊 你喜歡去開去開啦 對不對 問題就是 林鄭就可以免檢疫去澳門 我都不明白 澳門跟香港那麼近 特區政府經常說有跟澳門政府去談那個 下通關的問題 喂 照計是近水流台才得穴 你跟新加坡就談到這個旅遊氣譜 跟澳門就談不到 實情你知不知道 港澳兩地 原本的關係相當密切的 兩地有很多人是跨境工作的 是需要 現在已經停了大半年了 你有沒有關顧到這些市民呢 那究竟現在特區政府和澳門政府是談得如何呢 還有的就是 林鄭去澳門就可以免檢入境的 這件事就被澳門人罵到七個一皮了 在網上 那些澳門人都批評你 為什麼呢 就問你林鄭和這些特區政府官員是不是有特權 實情這件事是難怪別人有這樣的質疑的 大家記不記得何博士走的時候 何鴻燊博士 有些澳門街的官員 就來到香港送他最後一程 但是當他們回到澳門的時候 一樣是要接受十四天的隔離 對不對 人家那些做官的都要這樣做 你不用的你就可以免檢的 喂 那你有什麼這麼大資訊 有什麼這麼加勢堂 你可以免檢的 麻煩你談一下 香港人可不可以 看到現在的施政邏輯 簡直就是一片混亂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